太太 太太 刚才外头有人敲门 我一打开 这地上是这个 这新墨上 一个字也没有 而且里边 好像摸着 还有什么东西 这什么东西啊 纸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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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哥 这 怎么会有人 把纸袋寄到我们家来 五千美金十七号 晚一天我整死你 不是纸袋 这是印堂 小孩特别爱玩这种恶作剧 在黑市里面特别难买到 美国货做得还挺好的 我看看 你说了这印堂吗 挺好吃 那这是藏纸啊 橘子弯的 制裁 他 根据南京方面精神 我会向六爷建议 在局内肃清贪腐 端本证援 据我所知 咱们局有些人 我不说是谁 利用自己的职务之变 帮助那些达官贵人们 把财产秘密转移到广州 从中收取好处费 这种公器私用的行为 极其恶劣 甚至是无耻 我行动科会查 而且我不管是谁 一定一查到底 你 什么意思啊 楚科长 把我身上泼脏水是吗 想污蔑我 你不妨把话说清楚我 我告诉你 保密局从行动经费 到车辆调派 再到设备维修 每一样 都有据可查 我姜某人就不怕你查 科长 这姜科长给的设备 质量实在也太 我跟您说啊 这八城里边 都吃了油水 是吗 我怎么觉得 是安装上出了问题呢 这种设备 要不你就是安装的时候 防护罩没有拧紧 导致机器里边 进去了灰尘或者水 要不就是安装位置不当 被别人发现了 人为破坏 那 我今天再去镇宁村 重新装一个 假设要是第二种情况的话 你回去再装一个 正好就中了对方的计 把自己完全暴露了 那我们 那我们 闭嘴 你这样 你去镇宁村 给我贴告示 悬赏所有有关共党的情报 赏金有两根金条 把赏金的位置给我写得 越醒目越好 凡有获悉共党电台 好 交通站相关人事相关信息者 若举报线索属实 至于金条两根 两根金大条 不少钱呢 是的呀 钱太太 你说 咱们这儿 不会有共党吧 我觉得我们在宁村不可能有 都是老人了 这根质底的事吧 但是至于新人嘛 那就难受 王医生 你说这两个金条 真会给吗 既然悬赏这么写的 理应真给 不过法律上 倒没有针对这种事物的具体规定 再说了 共产党哪是那么容易抓的 乖了 吃饭 想什么呢 你这样下去可不行 跟男人交往 最忌讳你这样子陷进去 你要拿得起放得下 知道吗 这一点 你应该跟你妹妹学一学 等她回来了让她教你 她对男人可从来不像你这样 一动心就迷得不行 阿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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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干什么 小姐 汤炖好了没有 好了好了 我去端啊 汤来了啊 来了 做这饭呢 跑出去干什么啊 看外面告示去了 现在啊抓供堂抓得紧 今天呢 我同乡还说呢 隔壁弄堂啊 在搞什么自查 闹得不消停 自查是什么 就是保长带人上门搜查 新租户啊查得分外紧 没有登记户籍的黑户啊 那是不让住的 真是没见过世面 这两条黄鱼就稀罕成这样 都指着这个发财呢 可不是 现在啊 今年圈啊 都快成废纸吧 两条黄鱼可了不得 都挺一间房了 妈 我吃饱 我先上去了 喝口汤啊 不喝了 就是给你炖的 妈 妈 我先上去吧 我先上去吧 没喝口 我先上去哪里 我先上去吧 你跟踪我 你跟踪我 谁跟踪你啊 你跟踪我 你让开 我着急 这么晚了 你要去哪儿啊 我去哪儿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 你是不是要去举报我 你神经病吧你 让开 让开 我知道你缺钱 那五千美金 那你也不能为了钱 干这么缺德的事情啊 我缺钱因为谁 还不因为你 还不让开 让开 你不许去 你不许去 知道去哪儿吗 我们连夜跑路 什么 干吗 你是干吗 那我在 我在取这个头 快 把头靠过来 我可以帮你解开 快 偷过来 好痛 这是哪儿啊 对不起啊 那些特务都是送我来的 我又连累你了 你说你三更半夜 把那箱子拿出来干吗 那我不是怕 我出卖你 我知道我应该相信你了 我也不怪你 反正在我家里 我们家人都看不起我 我觉得你不是坏人 真的 虽然 你 你看上去也不像什么好人 你是在夸我还是在骂我 那我现在怎么办 刚才我蒙头头坐车过来的时候 我一路上听见了 跟福达邦子的声音 还进过了印刷厂 屠宰厂 因为我问见那个味儿了 现在 真是残酷 等会儿 等会儿 别动 你听话没 是码头 是码头 还真是 快 开 开 开了 开了 我先快把我先开 等会儿 他们回来了 你 你怎么办 我给你掏着 掏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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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掏 好 久违了 黄小姐 我认识你的 熟人吗 熟人吗 我们见过一面 好 太好了 熟人 熟吗 见过一次 你们俩的情况我已经掌握得很清楚了 我们不要再浪花时间演戏好吗 你忘了我了 我在火车上坐你对面的 我还记得你身边有一位姓叶的先生 好了 我扯得有点远 我们说说 你这次来上海潜伏的任务 还有你和他接头的目的 等等 你在说什么 潜伏 任务 怎么都有共产党的词啊 你们俩不是共产党吗 我当然不是了 先生 你不能这样的 我一个女人家就是回来探亲的 我好不容易跟家里人团聚了 我不知道 你不能把我跟这种事情联系在一起的呀 而且 而且我都不认识他的 我也不认识你 真的呀 不认识他 偶然遇到对吧 就算你们两个是偶然遇到 他这么晚了 你们出门干什么 散步 散步 去哪儿 随便 随便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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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楚歌掌 我们随便走走 走了 够了 从现在起 我不想再听你们俩说一句废话 你们两个半夜街头 到底要传递什么情报 你们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 我要你们现在说马上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 还记得那位叶先生吗 你出去以后 帮我转交给我的亲人 何菲罗 亨德尔比火汉 叶老板 他的下场你看到了吧 你想跟他一样 我记得他的 你还说他是绅士 太遗憾了 今天这儿没有绅士 你要干吗 等一等 等一等 你快实话实说 你快实话实说 别保江科长了 我们保不住他了 什么江科长 你还叫他江科长 如果不是他 我们大晚上的 他让我们住 江科长大半夜让你干什么 我问你话呢 我 我不能说 你让黄立文说 问你 你不说 我不能说 不代表别人不能说 与其让黄立文说 还是让江科长跟你说吧 如果我跟立文说了 就弄不好我们就死了 那如果我能把江科长 请到这儿来亲自跟你说 你能放我一马吗 好 你如果能把姓江的 请到这儿来 我保证你了的安全 爽快 电话 喂 江科长 我调制财啊 您 您寄给我的东西 我都收到了 喜欢吗 喜欢我就再给你寄一点 别别别 江科长 您 您想说的意思我都懂了 您要的东西 我能请您到码头的 十七 十七号仓库等着给您好不好 十七号仓库 对对对 我们就在十七号仓库这儿等您 您去哪儿呢 您要找一下 然后教授 你去哪儿来自权 您要求训练 这儿一定要做 应该给您感谢 您 Sure 进 科长 文件正式下达了 这是通知 小熊 你帮我查一下 码头十七号仓库什么来路 十七号仓库 对 科长 那是楚科长的地盘 楚科长的地盘 对 这楚科长怎么会跟乔治才搅和到一块了 科长 会不会是那五千美金的事 就凭他也想动我 还好老子手里有上皇宝剑 小熊 去着急地上吧 跟我走 是 科长 要不要加倍点人手 那新疆的 来取的东西是见不得人的 他肯定独自一个人来 搜过身了吗 搜过了 随身行李搜过了吗 没搜过 楚科长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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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就是我的几件衣服 这做私人物品呀 楚科长 江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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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科长 你也在啊 这么巧 找我也有急事吧 不是我找您 是乔先生和黄小姐找您有急事 是吗 找我什么事 江科长 您要我给你的东西 你也这样不烦 乔老弟 你可没什么东西要给我 不给了 江科长 别见外 有什么东西 跟乔先生交接就好了 这是我的地盘 都是自己人 别见外 楚科长 就算我跟乔老弟 有什么东西要交接 那也是私事 你就不用操心了吧 江科长这么说就不对了 这两个人 现在是我的审查对象 他们很有通共嫌疑 而其中这位乔治财先生 一口咬定 跟您有很深入的往来 当然 我不能听他的一面之词 我行动科调查 讲究来龙去脉 既然您今天到这儿了 这东西您非能不可 这 楚科长您 你还有通共嫌疑呢 这 江科长怎么可能通共呢 我跟江科长 就是做生意的朋友 楚科长 原来您让我 把江科长请到这儿 是这个意思啊 还给您扣这么大的帽子 江科长 小二才 你现在骑墙有点晚了吧 骑什么墙 我不管你们是生意往来 还是什么往来 总之今天必须查清楚 楚科长的意思是 连我也得查是吗 现在是非常时期 而在我们内部 还有那么一拨人 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 与匪谍资金勾结 利益往来 对于这种人 我没有不查的道理 楚科长 我就问你一句 你这么咬着我 是谁给你的权利 江科长 南京方面 对剿匪非常重视 所以才会把我调来上海 其目的 就是要里里外外 斩草除根 彻底清算 请您配合 南京是吧 没好处 没好处 别别别 南京方面的最新动态 楚科长 局座紧急通知 命楚玉菲即刻 可赴南京参与工作协调 不得有误 时间不等人 楚科长 赶紧回局里 接受正式调令吧 我后勤科已经给您 备好车辆了 就在门口候着呢 南京的事可耽误不了 拿上东西我们走 给我放下 那是证物 楚科长 我会彻查的 希望你别忘了 我们共同的敌人是谁 放心 好像在工夫 但你intendすydd 乔治财你可以啊 在姓楚子眼皮底下 给我通红保鲜 真指望我来救你是吧 那姓楚子就是个王八蛋 他说 他说您跟我们一起 都是通共的 你诬陷我们也就罢了 怎么能诬陷您呢 你说是吧 你少跟我来这套 你比他能好到哪儿啊 我今天要晚来两步 你不一样磨我一身事 我是这么人吗 姜阁长 姜阁长 天都快亮了 您就帮我放我回家吧 这五千美金 我也得凑啊 不必了 乔老弟 这五千美金以后不用提了 姓楚子今天要没抓到你 你都不知道跑路 跑到哪儿去了吧 乔治财 你让哥哥这笔烂账没处栽 我就只能栽在你头上了 这 这 要不然我也没办法想我的老板交代 小熊 送他一张 是 那姜阁长 姜阁长 那他 他没有了 他 他是我邻居 你把他放了 跟他没有关系 你弄死我就行了 你是不是这傻 我要是把他放了 那你不就寂寞了吗 你说你们两个 三天两头地搅和在一起 还总是被我撞见 还说你们没关系 哥哥我是成全你们这一对 野鸳鸯 让你们去地下做夫妻 不用谢我 去吧 新疆的 那箱子里面的文件我已经给你了 你还不放过我 我怎么做鬼也咬死你 那我等你 快 走 走 走 那我去围巨我有办法 什么 沙场专门上短剧的款项 我也有办法填屏 我是个会计 说来听听听 你陪跟他说 那箱子里面 沙场的账簿 我已经仔细地看过了 沙场在香港汇报以后 有一笔债券 价值不菲 因为银行有特殊的记账符号 所以你们才没有发现 只要能把这笔债券给兑现了 不但滥仗可以填屏 而且 而且 而且你还可以获得一笔 相当丰厚的辛苦呗 你干吗给新疆的人 占这样的便宜 转回去 你们俩 你们俩的名堂是 我刚刚说的话 没有一个字是假的 那位银行文史上还说 那个沙场的净资产 是五十八万美金 还要不要我说得更详细一些啊 你别说了 你别说了 你告诉他 乔师傅 新疆的 你要有种 你就把文春拿出来的啊 我让你占这个便宜 好 那就 就 多委屈二位一会儿啊 啊 黄柳娃 嗯 你刚刚说的是真的吗 那个账本里 真的有债权吗 嗯 我做会计的 跟数字打架都很多年了 那些条目 我一看就明白了 而且 过目不忘 算是我的一个小技能吧 你还谦虚 你刚刚把信交的说了 一愣一愣的 嗯 只是便宜这个狗奴才 又赚到一大笔 如果不便宜他 我们两个 就都出不去了呀 如果新疆的 把我们给放了 我就欠你好大的人情 你说吧 你要我做什么 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 也在所不辞 你刚刚的表现 就已经证明了 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呀 你看 江科长刚刚那么逼你 你都没有因为钱 把我出卖了 你还是说一个吧 说吧 说 那 可不可以帮我找到组织啊 组织 共党组织啊 对不起 对不起啊 我怎么跟你说这个呀 不用 我自己找就好了 你把这么重要的事情 交给我呀 那你信得过我 虽然这个是有点难度 但是我 一定做得到 真的吗 嗯 本来我要找他们 你也要找他们 对啊 找到他们 帮你把东西还给他们呀 ishi 真可爱 有点满了 我 不 我 你 有点 你 在那边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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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到第十八页 右下角 那四个英文字母看见了吗 汇丰银行的简称 第二十页 所有的数额都在上面呢 能跟我们送个网吧 就算是兑换债券 也要我们整理文书啊 快 给二位送网 客气点 委屈二位了啊 这件事一旦办成 我必有重心 好了 二位回吧 小老弟 这箱子很眼熟啊 我看看里面装的什么 好 哪儿来的啊 哪儿来的 江阁长 您又喜欢 喜欢送给您啊 你还挺有闲情益智 戏匣子我实在没兴趣 江阁长 您得好好看看啊 这万一里面又藏了什么文件 您没找着呢 小老弟 开个玩笑嘛 行了 快点回去吧 那走了 二位留步 小老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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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到时候还得拜托你啊 哎 我好多弄的新侠子 到底被谁给摔了 你有病吧 吓我一跳 都跟你说了不是我摔的 今天要谢谢你 不不不 应该是我谢谢你 我们也算 生死之交了 哦 你这个箱子 那藏好了 乔治财 我觉得 你的家里人 没有人看不起你 只不过是因为 你跟他们不一样而已 我跟我的家里人也不一样 嗯 嗯 那个 就 那个忙 你还会帮我找吗 没问题 放在心上了 绝对帮你找到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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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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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儿 大哥 正好 正好 你怎么这么早去 干嘛还进去吃啊 这老三啊 接早通知要去南京开会 咱俩马上就出发 来来来来 你帮我们一起 帮他收拾收拾行李 去去去去去 月蓉啊 嗯 弄好了吗 快了快了 你这样 一样二两啊 给他缝在枕头里边 这老三偏头痛 别让他外面睡不着觉难受啊 知道了 妈 贵妇 羊毛裤给他戴上了吗 利落点 老二 你站那儿干什么呀 去 帮老三拿行李去啊 轻点啊 别吵着他 你说你整天没精打采的样子 睡了半天也睡不够了 来 滔滔谜所网 愿为君思难 您是李先生吗 正是 请坐 好 合肥路爆炸事件后 电台下落不明 整个归形计划陷入停顿 归形计划最关键的目标是 物理学家乔李杰 他刚刚反护 那我们现在能做什么 乔李杰暂由我负责 我会分配你们 跟进后续目标人物 嗯 明白 哎 安森哥 嗯 我听说你们现在 到处抓贡匪 嗯 警局是有大奖的是吧 对 你们抓几个 小二弟啊 这抓贡匪呀 这是要动枪子没事 这事能轮着我吗 也是哈 就是 我听说那一贡匪 特狡猾 藏得深 特别难抓 哎哟妈呀 难抓啥呀难抓呀 而且你这没到老李去看看去 那大老李现在管的哈 塞得满满的 全是政治犯的 那都快关不下了 老李我先说 好 何菲罗 亨德尔比火汗 叶老板 请务必亲手交给他 你提到那个箱子 叶学生是怎么给我的吧 什么叶学生 那后人那个箱子都牺牲了 你怎么牺牲了 还记得那位叶先生吗 他的下场你看到了吧 你想跟他一样 可不可以帮我找到组织啊 进来了啊 你是准备出门啊 但妈交代了 不行你出去鬼混 大嫂 你又通融通融 我绝对会在妈回来之前 就回来了 我可不敢担这个责任 现在老三出差 妈就盯着你一个人 我劝你啊 就好好在家待着吧 我在家待干嘛呀 别像坐牢一样 就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你让我出去吐口气 不行 不行 你让开 不行 大嫂 你最好让我出门啊 这可是对你好 你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你是个聪明人 你还不知道什么意思吗 我可是登过牢的人 我做人没什么底线 真把我逼急了 我都不知道我能干出什么事了 你别看着我平时正儿八经的 我做的事说出来会吓到你 那我跟你说说 一个姓张的 欠了我的钱不还 你知道我做了什么吗 我把他仓库给烧了 还有个姓李的 骗我买了两车皮假货 我好欺负 我把他腿给打断 还有一个姓梁的小姐 我让她跟我跳舞 她不跳 你知道怎么着 我直接把她给睡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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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 是你们书店卖的吧 是啊 怎么了 是有缺页漏页还是有虫影啊 我们可以给你换 小姐 您到底 没关系的 我自己看看好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